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一起来关心1月18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凡莱猪公投闯关未过 消费者是寻求猪肉产地标示来自保 而台东县政府在18号 特别召开了111年第一次的食品安全汇报 那么县长姆庆林对此是特别的要求 要加强餐饮业的卫生管理 同时要严格执行击查以及抽查工作 并且也要辅导业者来清楚揭示猪原料 原产地肉品标示来保障民众饮食的健康安全 台湾人爱吃猪中央开放韩莱克多班猪肉进口以来 总计3641公顿的进口猪肉 以及462顿的其他可食部位 虽然都未减出来寄 但食安仍是民众放不下心的疑虑 也因此成为地方县市政府执政重点项目 当当是想我们出我们自己台湾的自己比较好 公投案件通过之后 我们更担心如果在食品安全 特别是猪肉的部分 希望我们跨局处的部会 大家特别来执行我们击查跟抽烟的工作 要更落实 四大公投落幕 犯莱猪进口案闯关失利 不同意票大胜同意19万票 实案把关重任 除了中央法令占第一线 地方县市政府也扛下重任 台湾县111年第一次食品安全汇报 县长饶次林下令无论是生鲜猪肉 加工食品或任何含猪肉及可供食用部分食品 从源头管控并加强查验以维护食安 他针对猪肉厂地标示的 茶盒我们也是茶盒 包括制造业 菜品业 贩售业 完成产地标示还有贴纸的相贴档 台湾县110年度茶盒县内 猪肉牛肉原料原产地标示 共计茶盒3482加次 产品标示7141件 其中肉品原产地标示 共计三件不符合规定 以食安法采除 记者大会台东市报道